当地时间9月27日 土库曼斯坦为了纪念独立28周年 在首都阿什哈巴德中央广场举行了阅兵式 阅兵式上值得关注的是 简约车是两辆白色的劳斯莱斯幻影长风车 土库曼斯坦是一个中亚国家 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 苏联时期的名称为 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991年从苏联独立 自苏联瓦解后 由于俄罗斯坦的国家 俄罗斯在当地影响力逐減 国家也开始大力提倡伊斯兰文化 虽然土库曼斯坦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之一 但它拥有丰富的天然气和石油资源 石油天然气工业为该国的支柱产业 而农业方面则以种植棉花和小麦为主 亦有畜牧业 该国因地处地中海地震态上 所以时常受地震威胁 在外交方面 联合国在1995年12月12日 承认土库曼斯坦为一个永久中立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